發揮拼搏精神,帶來獨度分析 A1 出擊 歡迎大家回來A1 出擊 我是周采俊 早前就說了一個很厲害的娛樂八卦士 李靜蕾和王力宏離婚 好像很久之前,為什麼拿出來說呢? 那時候片地花生 主要是大家都很同情雷神 同情太太的李靜蕾 就因為除了王力宏出軌之外 最重要是這個太太本身又高學歷,又美女 但生產後才是生了小朋友 沒有工作,做了全職媽媽 做了全職媽媽之後 彷彿沒有賺錢能力,被人歧視 所以把她放在家裡才不理會 令到她這麼大的弱勢 令到很多人很同情她 其實一個全職媽媽好像不用工作 但如果實際上大家有小朋友 就會知道 小朋友是一點都不輕鬆 但如果因為這樣而被視為不是生產 令到在家庭地位降低,就覺得 你也是靠一個男人賺錢 一說這句話,簡直可以令社會分裂 一半人支持女人,一半人支持男人 好,我們不可以這麼不平等 生了寶寶都應該要回去工作 令到太太不會被受家庭崗位歧視 但原來生產後再重回職場 有研究說會出現懲罰性的情況 即是說,你生了寶寶之後 女人再回去工作的話 原來賺錢會少了 甚至會有一些職場歧視 我們今天想討論一下這件事 我邀請了維珍尼亞理工大學 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和我們討論 Biron 你好 你好 我剛剛看到一份報道 他說有一個研究 是專門研究英國和美國的婦女 研究他們在生了第一個寶寶之後 人工變化 和同期的男性同事的人工差距 只要他們生了第一個寶寶 回到職場 他們的人工已經下滑 即是下滑 而繼續這樣下去做多10年之後 那個差額變得非常嚴重 在美國的話 男性和女性 即生育後的女性 那個人工差額是相差31% 去到英國就更加離譜 是相差44% 其實為什麼這件事會是這樣的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的歧視 其實呢 你提到的那個研究 他呢 就不是說那個人工低了 其實他更準確的說法 就是平均來說 女性的收入 是會少了 在生了第一個兒子 之後 為什麼呢? 其實只有三個可能性 你收入少了 要不就索性不做事 要不就由存職轉做兼職 要不就被人減薪 要不就被人減薪 其實三樣東西都是有他的貢獻的 就是三樣東西都存在的 就是三方面呢 你都會賺少錢的 但是當然 到底其中呢 有多少是被迫 有多少是自願 這個問題就複雜很多了 就是說 你說 你生了第一個之後 不做事 到底是你做不回事 還是你自己選擇他不做事呢? 這個就很難在數據上看到出來 如果是你剛才說的三個情況 如果他們是 如果在職場裡面 這些企業的公司 會不會其實可以做多一些配合 令到一些擁有能力 和有價值的女性 可以不需要選擇一些 例如變成兼職 選擇減少公司 而可以繼續全面地去貢獻自己 去投身職場這樣的情況呢? 有沒有一些措施 其實企業都有做 或者可以做多一些呢? 其實都有的 尤其你提到 譬如英美地方 它無論是政府要求也好 或者是企業事願做也好 其實你從產價方面 又或者你會得到多少賠償 有多少支援 其實都越來越慷慨 相比前幾代 就沒有那麼多優待 但是現在 其實都千方百計 令到整個過程 是容易過很多 所以其實是有的 不過其實又根據 剛才你提到的研究 它發現 是的 這些措施是越來越普及的 不過 似乎就不是很能夠解釋得完 但是為什麼這個男女 會出現在生了第一個之後的差別 依然是這麼大的 是解釋不完 就是裡面 是有其他的原因 不僅是措施的 措施是可以解釋到一點 不過是解釋不完 那麼他們的結論是什麼呢? 他們的結論就是 其實跟經濟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純粹是一個文化的差異 那麼文化差異 很簡單的就是 就是性別定型 性別定型就是 女性是做某些事情的 那麼這個信念呢 可能是 你可以看成一種壓迫 也都可以看成一種 可能她真的會自己都這樣相信 可能女性本身 自己都是相信這一套的 那麼她就會在 生了第一個之後 然後自願地去不做事 做少些事情 去減少她的收入 那麼這就是他們的解釋 他們的解釋 其實也是有些證據的 就是說 道德上越保守的地方 她這個趨勢 真的明顯很多 而如果你是出自一個 比較保守的家庭 而你是一個女性 當你 在將來面對同樣的情況 你作出這樣的抉擇 的機會都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文化 或者社會規範 一代全一代 是造成這個收入差距的 都很重要的原因 一定是因為你那些 既得利益的男性 就覺得 這些都是我們繼續 有個性別定型 好一點 是不是這樣想 其實如果說回 未必只是生了一個嬰兒 其實在疫情期間 很多家庭都會重新 要體會一下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變成 可能要在家工作 或者小朋友不能上學 疫情期間 在這個時候 可能家庭崗位 那個需要 就會很突顯出來 有沒有一些研究 或者情況 可能在疫情最嚴重期間 可以看到這件事 其實 無論是我的個人 體會 就是我聽聞 還有 我這行 有人真的做過一些研究 有些經濟學者 真的做過研究 他就發覺 在疫情的高峰 就是剛剛開始的那段期間 就發現 過了沒多久之後 由男性學者 發表的研究 比例是增加了 就是你學者會發表研究 你學者可能是男是女 都可以查得到 你發覺 為什麼這些研究 好像越來越多都是男人做的呢 這個解釋 其實是很清楚的 就是 當疫情一出現 你忽然間 大家都要變成全職 要照顧孩子 而如果 那個家庭裏面 是男的 是學者 或者女的 都是學者 不其然 這個 照顧孩子 的工作 就會去到女人 而導致 他們在研究上的生產力 是真的會下降的 而也是 數據上 是很清楚 是看到這個情況的 如果是學術界 也是這樣 而且你記得 學術界 理論上 那些思維都比較 會前衛一點 或者男女定型 是沒有那麼傳統的 都有這個情況下 你可想而知 一般家庭 面對同樣的情況 就是作出大些犧牲的 會是誰 再說 其實 我們看經濟數據 例如我們看GDP 就是經濟生產 經濟產出 這些數字 你會留意到 其實他們是不會 怎樣包括這些 就是你計算 你做了多少天出來 但問題是 你在家裡做了多少天出來 包括你家務也好 你去照顧孩子也好 這些價值 其實是很值錢的 很值錢的 即是說 你把你的孩子 給別人去照顧 你要給別人很多錢的 但問題是 你自己做 是沒有人知道的 是沒有人計算的 這個政府 統計處也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這些貢獻 其實一直都是很有價值 但是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感覺到 而久而久之 大家都覺得 都只是有點老奉 或者覺得 這件事不太重要 但是 我們如果很認真地想一想 其實這些貢獻 都真的很值錢 所以 其實女性 在職場上 找到回來 如果金錢化 去計算的錢 是少了 但很可能 只是換算了 成為家庭的生產力 但是家庭生產力 又不讓人計算 然後 如果你剛才所說 可能一些比較傳統的社會 更加把它視為 你不時產出 你留在家裡 只要用男人的錢 這樣 說這句話 當然非常之引戰 所以 就有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這個結構性 由女性角度看 簡直有結構性的不公平 看來短時間內 都不容易解決 可能令我想起 有一套日劇 《逃避可子彈有用》 《新緩結衣》 和《星夜元祖》 他們說 要將主婦的生產力 換算成錢 將它每個月 變成出糧的狀態 男女之間 就會更公平 不過現實上 看來很多人 甚至那套日劇 到最後都說 不可以經常都是這樣 如果我們這樣計算 我們就沒有錢買房子 所以這個 似乎變成一個 不是經濟問題 也不是女性賺錢能力的問題 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 大家都可以想想 或者大家就要對我們 投放更多的力量和資源 在家庭的女性 要有更大的尊重 我們今天也談到這裡 謝謝Byron